比如比特币或者以太幣 现在NFT甚至买pizza都收比特币 其实它都是两个币制 你用比特币的报价是0.001的比特币 你用美金就是这么多钱 当然在哪里会converge 即是比特币的人 要变成以太幣或者美金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交易可以同事做 但其实这也是一个趋势 我意思是说将来比特币能够成行成市 你会唯一的参加者 我们随时要问别人比特币是多少钱 美金是多少钱 又升势 年底可能是20元 所以Peter给我们的资料 现在又升到50万元 但我意思是说这两条腿走路 无论是人民币vs港元 或者比特币vs美金vs人民币vs港元 其实人民币仍然是中国的法定货币 但比特币就是一个不是 跨过的 这个趋势似乎是否将来都会发展到这样 即是多币制 会不会是 无论是投资或消费 这个真的 我就不懂得看 我真的很想请教这个案子 因为现在这个比特币 这些虚拟货币 即是打极都不死 因为它是有个 如果对乐观的人来说 是有无限的增长能力 是的 比特币 比特币 我们刚才说 比特币是否会是 另外一个双轨制的 玩家 即是 买股票也好 买任何的投资也好 不行 比特币的波幅太大 即是比特币本身的性质和传统货币相差太远 即是大家的波幅相差太远的时候 你在那个计价风险等等 那里不容易接到跪 现在譬如就算是Tesla 它说它用收这个是比特币卖车 原来它另外也有一个 是同等的美金的等值 是在那里兑换的 做一个在帖幕那里 好像有一个预备 其实你不用想太复杂的 你想想香港 香港 美金对港元是定了一个回率的 要道理 如果你这种双币制 最容易的就是 香港那里用美金 即是香港那里究竟有没有 没有美金并行呢 其实你看到到这麽多年以内 都不是 即是你如果譬如说回阿根廷 阿根廷以前试过商联币的 就是货币同时 挂美金和挂阿根廷纸 但是你结果阿根廷货币 自己是经常贬值 不稳 结果那些人 就转了去用美金 就不用阿根廷纸 即其实结果那些人 都是用一只的 不是两只都并 是 所以你看看香港就很简单 香港港元和美金都没有这个 信誉的问题 两个都信誉很好 但结果其实如果你入了香港里面 都是用公子 那你的汇率定了 你都没有办法两者并行 你说要整一个两者并行 但是汇率不是定了 人们是移动的 汇率 那你更加难 所以实际上不可行 不用试了这些东西 不过再说一句 任志刚这么多年 都很多惊天动地的建议 都好像没见过有哪一个可以付诸实行 所以可能就好像罗博士说的 他低了 当年在职的时候 有很多后面的团队支援他 做了结论分析 我觉得他很踊跃于去推人民币国际化 你见他十几年前 自从他下台之后 到现在他都在做这些事情 他想在这一件事 在香港他是一个推手 他是第一人 建立这个崇高的地位 但是大陆其实都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他如果国际化到 他一早打开门口 资本就开了 他一直都不开 其实就是一路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你自己知道自己 我想大陆比他更加清楚自己 有没有条件做这件事 如果你还没有条件做这件事 你硬开门就肯死 他现在就是不开 你现在国际化说话都没有说 这十年八年都没有说 这五七年更加不多说 是吧 你现在全世界都围堵你的时候 你说什么国际化都说都没用 你现在和谁 你现在和谁去用人民币做贸易协议 伊朗 你和伊朗做的 那你为什么国际化呢 是吧 所以当共产党这些事 就是和冬建华一样 八万一样 不说就没有了 那他不说的时候 你还去推 那就愚蠢了 这次来的 京本都说的 香港是将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人民 海外结算的地方 这个是无限的金融商机 你听到他的口气 是 讲区域化 多是讲国际化 其实他下跌了 那些东西已经 那个目标放下了 因为你现在摆明 美和欧都和你反台 那说什么制 就是比较实际 比较务实的说法 就是区域化 你拉拢你周边附近的用人民币 这个也是过去那十年在做的事情 但是 但是你看到的 过去那十年 你拉拢附近的国家去用人民币 实际上有几多国家真的用人民币和你做贸易 都不多 就是澳洲 其实出口很多东西给大陆 澳洲最有条件 人家都不理睬你 澳洲不是用美金 他有自己澳洲子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出口到大陆 你跟着大陆批入人民币 都不可以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附近的大国 不展示你的 你只是找一些山卡拉 那没有用的 哪个知道的 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 你随便说一半 说几十个出来 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哪个 那些肯用人民币有什么用的 好用的 你最主要大的肯用的 我这条问题可能很愚蠢 就是人民币国际化 那么多年的进程都不是很理想 或者不是很快 那现在这个数字人民币 就是会不会帮到这一件事 或者这一件事根本是无关的 这两者 第二件事就是 怎样帮 都是人民币 都是人民币 其实人的点是 最终买家和卖家 买家的肯不肯给人民币 买家的肯不肯收人民币 最终是这些人的意愿 不是你推出去的 比如你政府 你自己制造假的交易 那当然你可以说 有很多交易是人民币计价 但是实际上 你在那个国际的市场 即当地别说了 那你如果你在大陆境内 那当然是人民币买卖 在境外 那当然不会 有一个 有一个美国和欧洲的交易 会用人民币 是不会的 那但是如果你说跨境的时候 譬如大陆和外面 那会不会是人民币计价 那现在的点是这件事 那别人一般的贸易就是说 如果他收开是美金 他为什么要突然间转人民币 即是有什么原因 有什么同机 要令他 你有什么好处 你现在转了 所谓的 那个数字化 数字化 你可能的settlement 快一点点 或者那些 不需要靠swift 那点是你省下 那点是你省下多少 省下多少 但是我收回来 我到时候要收你人民币 我收你人民币之后 人民币不是国际流通 那我拿着人民币去做什么 最终我还是跟你买回东西 你买东西我拿着人是无用的 还有还有一个东西 你的转移动 你的转移动 你的转移不是不动 还有你可以突然间移动 大家都买个东西 你突然间贬值是可以发生的 还有很多货币贬值有得测试 全世界有多少外汇分析师 但是人民币贬值是没得测试的 他突然间他说这样就这样 那这个是有个风险在 大家计算的时候 要打完风险的价在那里 你计算的时候 如果计算做一个就做好 那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那个交易成本 譬如说你不经银行 你快一点点 你省了多少 你省了多少 接着你的可能性会输 你会输多少 你一计算就知道 未必能计算过 那你就说到人民币 最成功都是区域化 这个区域的范围 你觉得现在已经去到 譬如大湾区 又去到一带一路的国家 又去到哪里 有没有进市 加了 那个点是 外面是没有什么地方 有人民币 但无端端怎么会有这些人民币 一定是 你派了人民币出去 你买了东西 就是你大陆是进口自一些地方 那些地方才有可能有人民币 就是如果别人肯收的话 那那个点是什么东西 你现在大陆要买什么东西 就是大陆出口就多 一向都是说 那你大陆最多是买资源 就是跟澳洲就买金属 跟着中东那边就买油 那你就买这些而已 那点就是 现在给资源你那些地方 他肯不肯收人民币 澳洲就不肯了 那你现在中东 伊朗就肯了 他说 俄罗斯肯不肯 俄罗斯我肯不肯 俄罗斯我肯不肯 俄罗斯他跟你 就是大陆对家 大家都是金属四国 大家都是做差不多生意 他收你的 就是干什么 他跟你买他给劳部 你好不好 其实你要想起这些东西 你可以这样搞小圈子 可以的 比如你商币互换 比如你和俄司的交易 你买他给 你给人民币 他买你 你给劳部 那有问题 搞下搞下 如果说俄罗斯拿着很多人民币 接着大陆又拿着很多劳部 那怎么办 你只能用对家买回东西 所以货币的问题就是 它是要一只货币流通 于所有地方才有意思 比如你拿着那些东西 只能和那个地方买回东西 那你就和之前北区派的 那些假钢子的消费券差不多 你代用这个货币 你只能用那些什么 下垣的银子 那些钢币一用 那些钢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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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点就是 很多国家和大陆做钢币 不一定是双边的 是单边的 比如澳洲 很多东西 他证出给你的 他证出给你的时候 他不可能收你人民币 他收你人民币 整个澳洲人民币 拿着这么多人民币做什么 他到时没有东西跟你买 他没有东西跟你买的时候 那你明明是 或者买不回那么多 他可能出了100元给你 他买回20元 那你占回那100元 他要想起这些东西 所以理解一样有重要的是 如果我不跟你买的时候 那些人民币 可不可以用另一个货币 那不行 我从台湾买 台湾不收人民币 对吧 从日本买东西都不收 那你就变成货币 那会不会 譬如这些一带一路国家 就是靠非洲 中国输出很多人力 资源给他 他欠中国钱 那中国是要他还人民币 或者可以还人民币 于是他就要买人民币 还回中国 你真是当他人民币 他输出很多 他输出很多投资 他不是收人民币 他收美金 你真是当他笨蛋 他收美金 然后他输出他的人民币 然后他输出他的人民币 在你那里 他要你拿着他的人民币 再跟他买东西 接着他收你的美金 是 我都明白 如果是有钱 可以有钱还那些 他当然要收回 那些大陆 为什么这么吵 我说他要找笨 找老秤 他的美金给了大陆 然后拿了他的人民币 然后拿了他的基建 有些是豆腐渣 有些是美金 你明白吗 你没有债还 他就充公你 一个实际一点的问题 即使现在深圳的楼 跌得很重要 什么都好 但我们也看到 最近那些楼盘广告 全都救了报纸 你看 由远到英国、加拿大、欧洲 第二 马来西亚什么都有 但内地的物业都多 尤其是大湾区 尤其是 你看看外国报纸 也好 免费报纸 大湾区物业特輯 经常都有 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真是 你信他买 回去退休 有什么都好 究竟是应该 他是人民币报价 虽然那些 物业经纪 都告诉你港币多少 但其实那个成交 应该是 是 以人民币做基础的 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要借钱的话 你现在是借了港币 去立即变成人民币 交给他 还是 当是借人民币 而是 长远来说 最有利 就是两者 那看你哪里借 对 港币在你哪里做 你在香港做 那当然是港币安揭 但如果你走到大陆做 那当然是做人民币安揭 但香港好像也有人民币安揭 可以选择 你信人民币会升值 那你应该借港币 买人民币 我想起来 你也要 首先你要找些中资 就是两边有档 第二 你自己个人 要不需要那边 都开回户口 这个我不敢说 可能都要 那是你的钱 就是你自己怎么在这边搬过去 因为如果你是看好人民币的话 就是你还信他对港币会升值的话 那当然现在借了港币 买了人民币 然后还港币 那你就有好处 如果人民币他一招升值 那你卖楼的时候人民币的会价就赚了 那如果不是的 那如果你不信人民币好的话 那基本上也不应该买楼 就是不应该买来尼的楼 我想你这两地的楼价的升幅 或者升幅的差距 或者跌幅的差距 都已经大过那些会价因素了 你会价的期待 其实会价很少 但是当港币只是美金 那你人民币移动多少 六高的时候就是6.4 低的时候是6.8 你知道0.4% 很少 10% 就是0.4% 你现在是楼价移动 怎止是0.4% 差距都不知道 那倒是 那倒是 对 而且现在 我不知道 现在 内地什么都减 楼价又要下跌 日利又要下跌 或者税收加上去 我们香港真是匪夷所思 可以是政府听到 有人说 那些楼价不公道 然后叫发展商 退钱给那个买家 真是匪夷所思 或者这个是你去大湾买家的优势 书打人 如果当时掉下跌了 就回去了 政府回水 原价给你 那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 民主制度 不尊重合作精神 那你谈好价钱 你情我缘 突然间政策说不是 你不应该 民主制度好像不是 很多民主国家都不行 民生制度 民生制度 就是对人民有利的 什么都可以做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我们要熟悉这一件事 这个是我的权利 如果这个是一个 成为风气 人民力量很大的 如果extend到股票 那就好了 大哥 你跌跌 股价跌了 我原价给你 但是 金管局总裁余偉文说 国安法 对金融业 很好 会令金融业 极稳健 他用这个字 我都可圈我碟 极稳健 他坐在那个位置 不说这句话 明天就不用上班了 真的 怎样可以令金融业极稳健 你猜不猜到他 是否那些人不会走路 那些股价 会这个 或者 其实这些东西 你讨论了很浪费时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盲的才是说 不是 我不知道 是否有些 我们不要低估 你听众的质素 你听众的质素 还低了这个节目 哈哈哈哈 哈哈 好了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 真的 未未未未未未到 未未未到 未未未到 未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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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制裁 暂时叫停了 我们怎样可以说 对反制裁 这件事 对香港有利 我又想了解一下 对金融界来说 反制裁 是否真是一个很大的关注 商会也好 外国的投资者也好 很紧张 这件事 你觉得 迫别人 快点 早点部署 好 Plan B 让你夹上来 有你没我 有我没他 那你要龜边 你把龜边的东西 discretize digitize 你一天零一天一 没有中间的 香港一向是站中间 做两边 你没有中间 那就要走路 外资也要走路 一起把声音留住 逐订D100香港台 延续节目人才 自己有 请订购D100香港台 直播重温及下载收费服务 一年一千元 付款方法非常简单 你可以亲自去上还D100专门店 或者现今ATM银行跪元机转账 去787-087-998-883 或者用转数快 或者登入D100.net 网上PayPal订购 自己有 请订购D100香港台 如果有任何查询 可以电邮去 info at D100.net info at D100.net whatsapp去 91671611 又或者打电话 22971999 一起把声音留住 逐订D100香港台 延续节目人才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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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